在南海问题上,印尼总统普拉伯沃很拎得清,菲律宾的前车之鉴不能在印尼身上发生第二次。 近日,印尼总统来华访问,并与中方在会晤后发布联合声明,其中提到中方与印尼就在南海主张重叠区域开展共同开发合作达成共识, 并一致同意设立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在尊重两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推进合作。 在印尼总统访华前一个月,印尼曾三度宣称驱逐所谓进入争议水域的中国海警船, 外部一些舆论趁机炒作中印尼关系的紧张。 然而,这次联合声明无疑打破了外界对于中方与印尼关系的畅衰。 值得指出的是,中方与印尼之间的争端并非主权之争,印尼并不在南海主权圣索国之列, 但其划定的北纳图纳专属经济区与中国的九段线主张有所重叠。 印尼之所以在纳图纳海域采取较强硬立场,主要是因为该区域拥有丰富的化石能源。 去年12月,印尼政府的国家发展规划部长说, 该海域被发现有高达222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 也就是说,印尼与基于中国领土,甚至干当美国在南海马前卒的菲律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在此背景下,中印尼双方决定在重叠区域推动共同开发, 不仅有助于减少未来摩擦,还将为两国带来实质性利益可谓双赢。 事实上,中国和印尼在多方面的战略合作潜力巨大。 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 而印尼作为东盟最大市场资源丰富,经济实力在东盟十国中位居前列, 尤其在涅矿资源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此外,印尼政府积极参与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积极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中国与东盟合作框架中的重要一环。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印尼总统普拉伯沃访华成果丰硕, 不仅签署了诸多合作协议, 更在经济与安全领域进一步深化了双边关系。 据报道,双方于10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印尼工商论坛上 达成了价值超百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涵盖食品、新能源、科技、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 这次访问不仅为印尼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标志着中印尼关系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在经济合作之外, 中国与印尼在南海防务和安全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 根据联合声明, 中方将与印尼推动海景机制化合作, 并重申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致力于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这一协议不仅减少了南海摩擦风险, 也为其他南海相关国家, 尤其是此前在南海频繁闹事的菲律宾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争议的范例。 让其看到了中国不同于美国对地区事务的霸权路径, 秉持合作态度解决争端的姿态。 需要注意的是, 近日访华结束的印尼总统普拉伯沃已经抵达美国华盛顿出访, 并将与拜登进行会面。 此外,普拉伯沃预计还会与特朗普会谈。 作为东盟中的重要成员, 印尼一直都是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 因此, 在此次访问中, 美国极有可能会在南海问题上挑拨中方与印尼的关系。 在这个背景下, 中方与印尼解开误会就南海问题达成共识, 可以说提前打破了美方的干扰意图。 总而言之, 普拉伯沃的此次来访, 将印尼与中国的合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我们也应保持警惕, 做好应对意外之变的准备。 我们都已被挑战。 所释迷惑是Na 黑 honored赌这一体知客的学院ボス, 感谢观看